嗨 嗨 來吧 來吧 好早安 大家早安 先量體溫 體溫 好 三五點九 回報一下 早餐呢 先生你好 喂 不好意思我想問那個早餐是不是被收走了啊 早餐的部分嗎 對 我幫您確認一下喔 找一杯熱拿鐵 熱拿鐵嗎 對 OK好那早餐部分我幫你確認一下 好謝謝 拜拜 因為我跟旅館有line嘛 然後他說早上七點的時候 早餐已經在門口可以領取 但是外面都沒有東西 它是茶葉蛋 我自己講出來覺得有點荒唐 但是 我真的很久沒有吃到茶葉蛋 米漿 哇今天是台式吧 米漿 這什麼 哇整顆的白香果 香港應該很少我朋友吃過這個 它是掛包 好燙燙燙燙 然後裡面夾豬肉跟酸菜這樣 看到看到嗎 喂 喔對你好 嗯好 提醒你手機從現在開始24小時都要保持開機 好 也不要開飛行模式 好 因為如果說你手機訊號異常 或者是你有關機的話 主張這邊會吵過去 所以阿神提醒你一下 好的好的 我們每天都會撥電話問你的身體狀況 就是台北市政府這邊有提供光環物資 那到時候飯店人員會送到你的房門口 在入定的時候應該有撥到一盒快篩四季 對 那這個要麻煩你在第10天的時候 要做一下這個四季 然後在第12天的時候 會做一個PCR的檢測 QR Code多少 在多少 PCR檢測QR Code預約表單 喔有有有看到了 好 謝謝你 拜拜 其實呢 掛包是個很好吃的東西 除了很多時候會加香菜 我不能夠接受之外 好我現在吃飽喝足 然後準備要來工作了 我這次回台灣呢 我還是會正常線上作業 但有一些需要在香港才能做的事情 就會請同事稍微幫我cover一下這樣 但是我回台灣還是會正常的工作的 對沒有工作我應該會在這邊悶死吧 然後我剛剛跟旅館點了一杯Latte 我沒有咖啡 嗯 我昨天打電話跟旅館說 我希望可以避免海鮮 就是魚啊 可以 但是蝦跟蟹那些都不要 他寫了不要夾殼 但是他放了一個 這個烏雞 應該不買完 但我不喜歡吃海鮮 我不喜歡吃海鮮 是一些蔬菜 這次Vlog好像就會是你們一直看著我吃東西 Say Hi 嗨 你可以除了Hi之外說一下其他的話嗎 嗨 嗨 Good night I love you OK 拜拜 好的 各位我發現這間酒店的燈光很常會把我照得像鬼一樣 我剛收到政府收來的安心包 然後他就是這樣子 一袋 好像是一個電子體溫計 然後一包Made in Taiwan的醫療口罩 這一包後面寫 心能打開運就能轉 心開預轉福就來 這個是鎮言法師的一句話 平安就是福 感恩每一秒鐘的平安 再來這邊有一個黃金蕎麥茶 焦香薑黃辣醬 好難念這個 五股粉 為什麼要送五股粉啊 這是可以泡水喝的是不是 喔對對對 然後有一包香雞麵 還有一本鎮言法師的書 然後這邊有一張紙呢 上面是防疫補償申辦方式 所以如果你有符合上面的一些條件啊 之類的 你就可以去申請補助 我來研究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申請到這個 開箱完畢 我真的好崩潰喔 剛剛收到那個hotel傳來的訊息說 因為這個區域的電信有問題 所以飯店的網路訊號突然斷線 現在正在搶救訊號走 我這個 倚靠著WiFi在活著的女子 現在要怎麼辦呢 好空虛喔 我沒有網路 我的人生好空虛喔 我本來期待房間裡面會有一個 小的咖啡機之類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因為衛生烤樑 所以把它收起來 欸今天的好像比昨天好喝 我覺得我可能還蠻適合quarantine的 就是反正我也都待在一個位置上面沒有動過 Oh my god 啊 沒拍到 你們看 接一個蛋黃 I的我也是 I的根本也很像 I的小呀 I的心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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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a I的心順 Secret pus用什麼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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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送饮料给我 反正刚刚有个奶盖绿 然后这个是香芋波波 而且最感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今天是Nap Tea的第四家门店在大安开幕 然后他刚刚还轻送到饭店楼下 太感人了 他这边有一个说明说要怎么喝 上下摇晃五秒钟 完成 这个真的是好喝奶盖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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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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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這個鬍鬚章 那就來配一個麥香紅茶吧 這個是酒店冰箱送的 負責選今天晚餐的人應該要被加薪 它其實蠻貴的 但是因為以前我家旁邊就有一家鬍鬚章 然後很常吃它 所以就這樣 太懷念這個味道了 而且今天是雞乳飯 我要哭了 另外這個便當還有一個非常值得嘉許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裡面的綠色豆子是那種大顆的豆子 更重要的是裡面沒有紅蘿蔔 我今天有一個蠻特別的事情 就是我要做一個Podcast的 也不是說interview吧 就是參與一個別人的Podcast 然後我自己的Podcast 已經大概兩三個月沒有更新了 還敢說 雖然說是Podcast 但是等一下好像要看到我這個臉 所以我想說還是不要傷害大家的眼睛 我現在在Quarantine沒有必要 根本就不會畫 欸 太難用了啦 What the 我覺得這是我在這間房間就是光線最好的一次 OK 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台灣的同事們呢 他們上禮拜跟我講說 他們每一天都會有一個人幫我叫外賣的午餐 可是我都不會知道是什麼 然後他們說他們是以就是在討論創作者頻道發展的那個規格在討論 這個禮拜要送我吃什麼午餐 然後剛剛我的第一餐已經送到了 有點期待 OK Let's go 我本來想要獨立出來一個影片 然後 hashtag同事的愛 但我忘記是今天開始 所以就不管了 就include在第一個Quarantine Vlog吧 畫到囉 我在跟誰講話 這個甜不辣 我剛剛同事給我的訊息 我就只能說他們真的太有心了 他今天送給我這三樣東西嘛 然後他分別代表什麼呢 黃金麻辣滷味 黃 然後圓脆的 玉露 玉 然後還有會飯 會 就是我中文名字的寫音 給你一個讚 我給你一個讚 哈囉哈囉 來吧 現在還在洗乾淨 有畫 你沒有努力的問題 對呀對呀 除了這個我覺得應該都沒有大問題 到2分11秒至2分13秒 和2分13秒至2分12秒呢 超漂亮的 我發現我上一次上傳podcast好像是6月20號 然後現在是8月30號 所以我已經超過兩個月沒有發了 這中間除了忙之外 我覺得好像就是我沒有特別想要share的東西 其實我平常是有的 只是它很常就是一閃即逝的想法 然後我可能去洗澡的時候 你知道洗澡最常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嗎 可能洗完澡之後就啊 等一下我剛剛想的那個叫什麼東西 那個整個思路是什麼 然後就又不見了 我之前呢會就是每次有什麼想法 我就把它錄音起來 但是我發現我好像自己不小心刪了很多這樣子的錄音 所以我想重新來過 老實說我本來覺得我會很痛苦 我就覺得啊我有點在浪費這14天的感覺 但現在算下來這5天 我覺得我都過得是蠻好的 現在想一想我之前常常要出門的原因 都不是特別為了要做什麼 而是去買菜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現在是已經有人把菜做好送到我的房間 所以其實我的生活如果是有以前有人送飯給我的話 我好像也等於是quarantine了耶 趁前忘記給大家看就是 其實有請我媽跟我朋友就是投放了一點物資 我請我媽帶了一些小零食啊 然後還有 沖泡式奶茶 還有一些像指甲剪那種小東西 然後我請我朋友帶的是 酒 其實我這幾天已經喝掉了蠻多的 然後還有一瓶soju 還有這個科學麵啊跟一些洋芋片之類的 蛤怎麼辦這個vlog會不會很無聊啊 算了啦 就是反正你們都已經快看完了你就繼續看吧 不過這一個禮拜我覺得必須要給台灣的防疫人員 就是真的拍拍手 我覺得真的是做到蠻全面的 前天吧是前天嗎 反正就是我不小心在睡覺的時候 我把那個手機習慣性的關成飛航模式 結果酒店在早上好像六點還六點半的時候 就是狂call給我 然後我就已經整個睡到睡眼輕鬆這樣子 然後接起來 他就說小姐你是不是把那個手機不小心調成飛航了呢 他們那邊有偵測到說我這台電話的訊號有異常 就是他們找不到我這樣子 然後隔天那個去公司我打電話就要跟我說 小姐那個手機真的不一定要一定要保持暢通喔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想一下這個臨接處也真的是蠻徹底的 因為我從進來這間房間開始 我就沒有再看到任何一個人了 他們都是就是叮咚完之後 我去開門的時候就已經人就消失了 我覺得很厲害 他每次一按電鈴我就馬上去開門 可是他怎麼可以就是消失的這麼快呢 對這可能是一個永遠的謎 這可能不是一mn字幕有時候會想知道 ちょっと好像聽到這個人 就是等一下的想法 你老婆 就怕你還可怕 真心的事 你會有多苦的情味